哈喽 大家好 老人家 哦 对哦 台北的老人家 老了之后请照顾 哦 你说这些店是越南人开的 他们这么厉害 对啊 那种小马星屋那种 以前的老一辈的那些开的 他们就比较没有什么装潢 姐姐那前面那是外劳 对对对对 菲律宾的吗 看起来越像菲律宾越像印尼的 所以他们 菲律宾印尼的人我都分不清楚 他们讲话但是不一样 请他们一个月大概要多少钱拿 多少薪水 其实薪水是跟台湾 如果就是就是雇主的话 花的钱是一样多的 嗯 可是他们十拿心拿不了那么多 中间要抽一部分 他们十拿只有八千 八千 对 一个月八千 对 那也太少了吧 实际上花最小要花到三万 就是雇主给三万 他们才得到八千 对 为什么他们这么傻呢 语言不通吗 不是他们傻 他们对他们来讲可以啊 他们报处率也蛮高的 对他们来讲够了 重点是哈 两边的中间抽的很凶 这个哈 他们这个哈就 怎么说呢 牵涉到很多利益关系啦 这我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能改的 但是也开心 但是也开心 对对没错 请台湾人你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不 花同样的钱 但是呢 请到他们的话 他住你家里用你家里干嘛的 这些东西 反正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不对不对姐姐你是不是算错了 你说他们那个二十四小时工作 对 住在家里 住在家里 你给我才八千台币啊 对啊对啊 八千 才一千六台人民票 差不多 不到两千啊 对啊对啊 他们很多都是啊 他们越南的来这边上班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越南的 都一样的 像我们同事他随便 找一个工作也是几万啊 所以说很多人 所以说很多人 所以说很多人跑过来 过来以后他就跑了 不跟你中间公司 就是为什么会 台湾很多地方有些 会有那种 他说会遇到东西 会被拿啊干嘛的 会那种小偷进屋 其实就是这些 跑掉的人啊 类似偷渡的人 会作案的人 就是你抓不到 很难抓 防不胜防 他在哪个火点 哪个据点 住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是跟中介签约 然后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之后就跑掉了 不高兴这个部队 我就跑了 对啊 就找不到啊 他自己找不到工作 然后就变成偷 对对对 没错 他们就会 社会会混乱 对啊对啊 就是这种潜藏的那种 潜在的那种危机 还蛮恐怖的 所以说 为什么像我们要去哪里玩啊 家里 要嘛就要有人 反正 怎么说呢 碰到这种问题 你是没有办法 这种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他引进来 他就有那种 他有办法跑 就是有人在做接应 就是有的 所以说 他住在哪里 像警察又不能随便 跑到你那个屋子里面 不能随便跑到你家里去啊 所以警察 他不是 就是很多人 如果出黑有人报案 没人报案的话 住在那边的一堆人 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那些人啊 刚才听姐姐小夕介绍了 那台湾的那些外籍劳工啊 他们在这边的工作 收入 以及他们的生活 还有就是 他们在台北 引起了一些社会治安问题 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啊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讲到这里了 朋友们拜拜